逢年過節 週休二日 你的所有的時間點會跟你身邊周遭人都不一樣 可能中秋節啊 或者是過年的時候啊 你是最想要跟家人團聚的時候 你卻不能給他們陪伴 必須要飛離開他們的身邊 對家人會有一點點自責 從外文系畢業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我很希望我未來可以外派到荷蘭 是朝著那個方向去想的 但是無意間透過報紙 還有透過其他的媒體發現說 因為有空服員在招考 就開始在想 也許我的人生 如果透過空服員這個工作 一樣可以去了解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人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要做空服員 原本是在日本工作 回台灣的時候 很怕事業交接的時候會有空窗期 所以我就決定投履歷 然後嘗試看看 其實就是想要藉由這份工作 去探索世界更多的地方 成為空服員 會是一個很好邁向世界的方式 是因為有一天 爸爸在新聞上看到一個招考的新聞 就我說要不要去報名 就傻傻的就去報了 然後就上了 就這樣 小時候就一直蠻喜歡旅行跟搭飛機 就對這個領域蠻有興趣的 大學的時候是新善大師 很多學長姐姐有相關的服務經驗 就覺得對這個產業蠻嚮往 畢業之後有先在高鐵 後來剛好有機會 就加入了航空的地勤行業 航空業正新鮮的時候 是一個夢幻的行業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不想努力 那我就進去航空業吧 因為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大家薪資都比較低 然後我想說當空服員 或許可以比同期的同學還要薪資高 其實一開始是想要投空服員 然後那時候對航空業的知識 比較薄弱一點 以為航空業就只有空服員 看到運務員在應徵的時候 就丟了履歷 後來就是很幸運的考上了之後 才發現 原來這個不是空服員的職務 是地勤啊 我那時候大概進公司 應該三四年的時候吧 因為我們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對護照 確定說你是A你是B 確定完之後這是一個SOP 才可以開始幫他們check in行李 那時候來的時候 那個爸爸就給了兩本外交護照 一個他本人一個是小孩 通常小孩不太會來櫃台 因為家長可能怕小孩會搗蛋 或什麼會有 就是親人在外面顧他 我就說那爸爸那麻煩 等一下稍後我需要看到弟弟本人 就看一下下就好了 他就說好我就開始辦 反正後來我跟他說 欸那爸爸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弟弟在附近嗎 可以請家人把他帶過來 爸爸就說 他在我的背包裡 然後我就想說 呃背包 後來才發現他的背包 是那種骨灰毯那種圓圓大大的 然後我就一開始想說 啊真的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當天其實 briefing的時候是有說 那天是有一個CBBG 所謂的CBBG就是 像大提琴啊 或是媽祖神像這種 他們就會申請CBBG 幫重要的東西買一個空位 但是那個空位 不可以用一般人類的機票去買 跑去前面跟督導說 督導 CBBG來了 這時候督導突然說 CBBG早就來啦 你那個是什麼 我說是骨灰毯 後來才發現 就是原來弟弟在 過年來台灣玩的時候 出了車禍 他想說反正弟弟是買來回機票 那他回程就乾脆 機票也不要退了 覺得麻煩 就讓弟弟就是坐在他旁邊 所以他也沒有事先跟我們告知 我就跟他說 骨灰毯你可以帶上飛機 沒有問題 只是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他需要放上面的櫃子 機票的部分 回程你可以再去退 這樣就結束了 登機的時候會失登機症 數量跟電腦數量要match之後呢 飛機才可以關艙門 才可以後退 那天的數量就是 一直都不match 登機症永遠都多一張 電腦是正確的 就像飛機是300個人 登機症永遠是301張 一直到 差不多時間到 我們必須得關艙門的時候 當初才終於match 事後就一想 就是覺得心裡有點毛毛 但是可能maybe就是弟弟登機了 當飛大概沒幾年的時間 我覺得我的服務熱誠 還算蠻高昂的 那有一個男客人 我覺得他真的很喜歡我 因為他全程幾乎都一直這樣看著我 然後呢 在我開始要販售免稅品的時候 他大啦啦的這樣走過來 就說 欸小姐來 這1000塊給你 覺得你服務很好 所以要給你小費 我默默的眼神就看到旁邊 他太太 眼神很銳利 死死的盯著你 我就跟他說 先生 因為我現在要進行免稅品的服務 如果你覺得我服務很好的話 那你要不要用這1000塊啊 或者是多加一點點 買一個禮物給你太太呢 他就立刻說 不用 不用買東西給他 轉身就走了 我就覺得 哇好尷尬 因為他的音量是可以連續到三排 然後他太太就坐在第三排 我第一次遇到 我不太知道怎麼處理的客人 我遇過最好笑的旅程是 因為我們公司那時候就是一個 延遲航空 很常延誤 早上7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先延誤航班 因為我們家是班機接班機 他要從國內線 才會飛到國際線來支援 結果前班國內線就已經延誤了 在接飛過來到國際線 已經是兩小時三小時以後 我們過了三小時以後 會先發一個八寶週 就是先安撫客人的情緒 烏漏偏逢領雨 他們說鳥被擊中以後 飛機要再更往後 因為已經要到12點了 我們就開始要準備便當給客人 沒有提供餐券 沒有這麼高級 我們就開始廣播 各位旅客您好 搭乘XX航空 前往新系的旅客 這邊是來機碗到延遲廣播 現在麻煩您拿著您的登記證 到前方領取便當 謝謝您的配合 講完的時候 我記得我手都在發抖 這個阿姨 我就看他拿一個便當 遲到一半 他就這樣拿著 他說 你們這樣子要怎麼表示嗎 我就回了一句 我在這邊深表遺憾 他拿著便當往登記裡面這樣一丟 我們三個人順著講 當下當然現在講起來覺得很好 下課大家其實覺得很恐怖 因為也沒有主管可以上來支援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還有航班要繼續進行 也是有領隊幫忙 然後讓這件事情趕快結束 客人不太能夠區分 東西到底是組員的 還是這個東西 比較像是可以給個人吃的 通常可以給個人吃的 就會比較像是 他會在完整的一個紙盒裡面擺好 但我們之前也有一個同事 在外站買了很新鮮的水果 在飛機上他洗好 放在檯面的時候 他一上個廁所回來 那一個水果就消失了 後來他是在機艙裡面找到 原來客人以為 那個是他可以食用的東西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拿走了 有一次在一個日本的航班上 那時候我還是信任 學姐就突然跑回我們的家裡 就是我們的廚房 就說有一間廁所有客人兔 請我過去幫忙做清潔 我就想說 那學姐幹嘛這麼好心 就是一直拿那個很多層手套給我 不就是一般的兔 可能就是在馬桶裡面嗎 一打開真的是不誇張 整個是像那種吐血的方式 整間廁所的四面牆都是 等到我就是把他全部清乾淨出來之後 我就跑去找學姐 你告訴我是哪一個客人 我一定要去狠狠地瞪他 我們航程中有一種 對於空服員而言 是很討厭的非法 專業名是載客加油 民航法規定是 要加油的時候 乘客必須所有都要離機 行李也都要帶下飛機 但這個航程就是 我們東西比較多 然後我們飛機載重不夠 油耗會太快 所以我們要在到達目的地之前 要先停在某個地方加油 而且我們很常飛紅眼航班 飛到半夜的時候 乘客就會突然被廣播說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油不夠囉 我們現在要請坐的乘客 帶著你的行李下飛機 乘客就會很傻眼 想說這是什麼情況 他就說不能不帶行李嗎 等一下就要回來了 我就說不行喔 一定要帶行李下去 通常這時候 行李都會超級多 就是都是滿的 就要這樣的情況 我們空服就會覺得很崩潰 然後乘客也都覺得很崩潰 大半夜被炒起來 我記得那是一個長程的航班 從舊金山飛回香港 有一個印度籍的老婦人 我看她應該有九十幾歲 從上飛機前就需要輪椅的協助 那她整個長程的航班 其實都不太能自理 她帶了自己的女兒 目測也是大概六十幾歲 將近七十歲 然後還有一個照顧她的看護人員 13個小時是滿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跟她的女兒有滿多的交流 交談之中她才告訴我說 他們到香港之後 還要再搭一次五六小時的時間回印度 我就問她為什麼要在現在這個狀況 做一個這麼長的旅行 她才告訴我說 老太太她其實有非常多的子女 都住在舊金山 非常想要跟自己的子女 肩上最後一面 就是為了跟她的家人做最後的告別 對我來說旅行大部分時間都是 就是為了製造愉快的回憶 但是聽到她故事 也覺得滿感傷 是因為這個旅行的意義 其實是要跟大家說再見 但同時之間 又可以跟所有的家人 就是做一個團聚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 不一樣含義的一個旅行 之前是有被旅客丟過名牌 就她可能想要客訴 那她可能想要知道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把名字名牌拿給她看 然後可能情緒很激動 就拿名牌丟我這樣 比較好的也是有遇過 旅客可能簽證部分有遇到問題 經過我們的協助之後 後來有順利成行 最後就是有寫讚揚信到公司 然後還有說想要送小禮物給我 其實各式各樣的狀況都有遇過 最辛苦的話我覺得可能是 專業能力的部分 我覺得是比想像中來得多 比如說像疫情期間 有各國的入境都變得比較嚴格 不同的入境的規定有更新 那我們可能每個禮拜 或是每天都要去更新各國的入境規範 所以其實比當初認知 只是在櫃檯翹翹鍵盤 貼貼行李條來說 我覺得是你需要學的 具備的專業知識 是比想像中多很多的 體能上面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來講 比較難承受 就是長時間的站立走路 或者是要扛重物等等 還有一些人是亂經 甚至幽比恐懼症 我曾經聽過我的同事 只要機門一關閉 他就開始無法呼吸 那這個狀況的話 當然也沒有辦法 讓他在這個工作上面 持續很久 所以也有人因為這樣子 而沒有辦法持續這份工作 一定是睡眠的問題 大家有跟調時差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中東航空的原因 是因為他其實有一個特性 是我們蠻常會做 所謂的轉機的客人 所以轉機的客人 就代表說我們半夜起飛的航班 是特別多的 我們是沒有一個很Routine的住息的 所以很多時候 真的會很擔心我錯過我的航班 我覺得是時差欸 常常就是日夜顛倒 會讓我覺得精神會變得比較差 長期下來是真的有一點點累 日夜顛倒 高壓 水晶應變能力要很強 因為你不是所有的航班都有 主管或是學長姐可以Support你任何事情 再來是逢年過節 週休二日 你的所有的時間也會跟你身邊周遭人都不一樣 像體力啊 這些都是其次 最辛苦的地方是寂寞 因為很多時候你飛在外站 剛好是逢年過節 可能中秋節啊 或者是過年的時候啊 你是最想要跟家人團聚的時候 可是你卻一個人在外站 而且不一定是一個你喜歡的地方 在網路上看到人家PO的照片 都是團聚啊 跟心愛的人在一起啊 我覺得這是最辛苦的地方 同時之間你除了感到寂寞 你也對家人會有一點點自責 會覺得也許他們也很需要你 但是你卻不能給他們陪伴 必須要飛離開他們的身邊 我覺得這是這份工作到目前為止 每一年碰到逢年過節 我都還是很難克服的地方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登機 因為登機的乘客比較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換位置是一個問題 大家換位置之後 我們要確認特別餐又是一個問題 我們要在邊登機邊疏散人群中 又要邊完成他們所有的需要的服務 大概就是輪班跟早代班的部分 如果你都上早班 你每天都五點上班 一點下班 有時候加班到三點 你都上這個循環 你身體會自然調成那個循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早班 晚班 中班混得上 這部分我覺得是還蠻累的 但是失眠倒是不至於啦 然後再來就是加班跟換班 還有早代班 這部分是蠻辛苦的 當然 非常歡迎大家來加入航空業 都不要想那麼多 你就把履歷填好 照片拍好 之後你就把它送出了 我們送履歷是不需要收任何錢的 你先上再說 確定拿到錄取資格 你再去考慮說 薪資有沒有符合你的標準 那休假制度你可以接受嗎 輪班你可以接受嗎 同事都是女生你可以接受嗎 這些東西都等你上了之後你再考慮 你沒有上之前不要說那麼多 我當然鼓勵 其他想要加入航空業的人 因為在這個之間我也幫很多人問答過 我覺得首先是 你想要了解說 你進航空業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像我可能就是因為想要找有錢人 或是我那時候就是很嚮往 免費機票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大家是針對 你自己的性質 航空業帶來的快樂當然也很多 包括同事或是遇到的一些人事物 我都覺得原來這就是我在這間公司 繼續做下去的意義跟目的 我覺得航空業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是因為任何行業的人 只要你要進來這個航空公司 我們都會把你歸零重新受訓 所以不論年齡 不論你的背景 不論你的性別 我覺得這個是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地方 其實蠻多社會新鮮人會來問我 好航空業的問題 我是很鼓勵他們趁年輕的時候 可以嘗試看看做這份工作 應該是說你如果知道你為什麼想要成為空服員 很明確你很了解這個直覺 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那你也覺得可以去同時喜歡 他帶給你的正向福利 但是你也能夠接受他工作辛苦的地方 然後我會非常鼓勵 我會鼓勵其他人加入航空行業 因為我覺得雖然這個行業很辛苦 但是亞洲人對這個行業的觀念還是好的 你如果當過空服員去找別的工作 相對會有加分的效果 我是蠻歡迎大家都可以來 只是必須好心理準備 沒有像你想像中 網路上看到的那麼光鮮亮麗的外表 就如果你有做好心理準備 有足夠的抗壓性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好的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你只要有機會或是你有一點興趣 就可以去嘗試 絕對不要設限 不要因為別人給你的既定印象 而去影響自己的想法 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以這麼持久的做身份工作 是因為覺得可以在別人的旅程當中 成為一個小拼圖 然後圓滿他的回憶 他的旅程 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